有跟大家介紹如何在15分鐘左右快速的把這個網站建立起來 那接下去就是要跟大家講說 怎麼利用這樣子的網站去建立一個線上購物的平台 那我們看到其實在上次的教學中 我已經請大家把商店的部分選擇起來 那其實選擇完之後 在這個網頁就會出現有商店的一個 那基本上他就可以去建立一個線上上層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首先先點到線上層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一些我已經建立的一個商品 那其實對各位來講我們就可以直接 透過右上角的新增按鈕來新增我們的產品 好我們首先先新增 按下去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商品的部分 我可以直接點一下商品 好假設商品我可以先上一下女T恤 女T恤 好假設我商品名稱我就直接打個女T恤 這樣子就可以出現到這畫面 我們可以看到右邊這邊有很多的模塊 我們可以直接去做一個新增動作 那其實我們 主要還是利用到左邊這個部分 就可以直接做一個新增相關的一些資訊 我可以直接在那邊寫一下 這是 這是一個介紹 說明 好那其實你的 價格可以直接在那邊做Key Keyu的動作599 好那再來就是接下去你要去 放你的圖片 那我們可以去做一個更換圖片的部分 我們先更換圖片 我們先更換圖片 更換 然後我們可以上傳圖片 我先把圖片上傳上去 好上傳圖片 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就已經增加了圖片上去了 好儲存 這是很很簡單的我們就可以去把這樣子的一個 商品建立出來 編輯一下喔 那有人說如果說這些資訊我還要再加更多的一些敘述要怎麼辦 我們其實可以很簡單的在下面去加一個 Test的動作 那這個地方就可以去多加一些 說明的 文字 這樣子一個女T恤的部分就已經建立起來 那當然有些人會覺得說 想要有沒有其他這種建立方式呢 那我們其實可以從 後台裡面直接去新增我的商品 在這個產品我們可以去做一個 新增的動作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剛剛 建立的產品在哪裡 女T恤 我把那Filt拿掉之後可以看到女新增 剛建立的是599 好 那其他裡面的細節都可以在這邊去做一個 修正的部分 這邊有幾點要先跟大家提一下 有些設定的部分要先 跟大家講 記得要先去後台設定 第一個是 你們現在目前你們裝完你會看不到屬性與變體 那屬性與變體怎麼用的呢 屬性與變體基本上T恤的部分 他可能會分有不同顏色跟不同的尺寸 所以我們都會由變體來去 來去 去設定他的尺寸跟 他的顏色 那再來第二個是 先取消一下 第二個是說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這邊是屬於消耗品 那其實這個產品他是屬於一個庫存產品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 庫存產品 拉的模組 安裝完之後 他其實看到一個庫存產品 要不然其實你這邊去做一些銷售的部分的話 他不會跟你的庫存 做一些聯動 所以我們首先要先去後台裡面去 設定 一個變體 一個庫存的一個模組 去哪設定呢 在設定裡面我們可以看到網站 這邊有個變體值 使用屬性尺寸顏色等 建立銷售的變體 這邊記得要把它打勾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要裝的模組 我們要先同用設定 我先啟動開發者模組 這樣子我才可以有辦法去安裝模組 模組這邊的模組 然後這邊去搜尋庫存 安裝 我們再來看剛剛的網站 產品 剛剛的女T恤 我們可以看一下編輯 這邊就已經是庫存商品了 那我就可以去選擇庫存產品 我這邊就會有一些庫存的資訊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看你有沒有要去看你的庫存水位 如果不需要的話 你只想做一個 銷售的話 也許就不需要直接去安裝這個模組 好 儲存 那這邊剛剛有提到的變體跟 屬性 那我們這邊可以去做一些添加變體的部分 首先我這樣子的T恤我可能會有 尺寸 尺寸有S 有M 有L 有S 有SL 好 那我的顏色的部分我可能會有不同的顏色 那我們可以去做 灰 紅 白 那當然如果你今天還要再新增的話可以直接在這邊做一個藍 在這邊直接打上顏色就好了 黑色 好OK 這樣子就代表說這個T恤裡面總共有 4乘4 16種組合 OK 所以可以看到有16種變體 我們可以從這邊看到 那當然如果今天我想要針對 某一個顏色去做它的顏色的 它的圖片的一個修整 可以直接在這邊去做編輯 然後直接在這邊去做修整的部分 好 所以在這個 M紅的部分 它會去 去會改變它的眼 改變它的照片 儲存 好 我們再回到我們剛剛的網頁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網站 轉到網站 商店 我們就可以看到剛剛的女T恤這邊未公開 那我們這邊 可以看到我們剛剛T恤這邊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尺寸跟不同的顏色 那我們看一下剛剛有設定的 M紅色 所以可以看到M紅色就會換不同的照片 然後就可以去做一個不同的呈現 那這邊來講 那如果我們今天想要 都已經設定完成了 那我們想要發佈 我們就可以直接做發佈的動作 那在我們的商店裡面 就可以看到有不同的 男上女女T恤相關的一個 產品在這邊出現 那接下去就是要 再教大家就是有關付款的部分 要怎麼去設定 那你看我們可以看到加入購物車 我可以先看一下現在 自己 你的消費者看到的一個情況會是什麼 加入 加入購物車之後 我們看到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然後 處理結帳 然後會寫相關的資訊 有些藍尾也一定要填 然後按下下一步 有些藍尾也一定要填 好 這樣就打完了 就是有關地址的部分已經填寫完成 按下確認 然後選擇這方式 這邊我這邊已經有設定一個電匯的部分 所以我這邊直接去 按下確認的動作 好他這邊就會有一些payment的資訊 那當然這些payment資訊你可以在這邊去做填寫 然後可以去做一個communication 那其實你設定完之後你可以直接在這邊去做填寫動作 好這邊直接link到payment的部分 那我這邊是啟用的一個資訊 那我訊息這邊寫成 呃 編輯 就是請利用以下的資訊去做 的付款動作 那 假設寫台灣銀行 付款銀行是台灣銀行 結合 花旗銀行 花旗銀行 好 然後 bank是 12345678 9999 好 那你可以在那邊寫下說 欸對對對消費者一些相關的一些資訊 請於 三天 內 匯款 完畢 好 就是 否則令難取消之類的 好 儲存完之後這邊就可以去 這樣的資訊在我之後的 消費者購買的時候他選擇電匯的部分的話 他就可以去 在這邊去看到這樣的資訊 好 然後 這邊我們把它改成比較好的 銀行匯款好了 把它的名字改成銀行匯款 這樣子對消費者來講會這個翻譯比較好 好 OK 這是幹嘛的 讓我看一下 沒事 好 那我們再回去到剛剛的網頁看一下 有看到嗎 這邊其實這邊在 有人訂單之後我們就可以看到這邊的相關的一些資訊 他有一些訂單的一些資訊我們可以看到 那 我先來處理一下這個未支付的訂單 好 今天有個website他已經 成立了一個訂單 那我們可以去做一些行為的 確認動作 好他看起來他已經買了這些東西 確認完可以出貨之後我們按下確認 甚至我們已經知道他已經 已經付款了 那我們可以去 做一個 建立銀售明單的部分 然後 檢視 確定已經查到我們已經付款了 好 然後按下確認 OK 那其實這邊就可以去看說 他付款完之後我們就可以按下 登記付款 他在哪個銀行付款呢 確認之後 確認就可以自付了 那我們再回到剛剛看到 所以剛剛看到這邊就是可以看到 相關的一些 detail 在我們的熱銷產品有哪些 哪些 資訊 然後整個訂單收出多少 然後 包含了一些 資訊終於在這邊做呈現 好那我們再回來看剛剛的產品的部分 不是 我剛看一下就是我們網站 購物的部分 轉到網站 好 剛剛我們的店會的資訊已經做一些修正了 所以我們再看 男商一 對於消費者來看 這邊要會看到什麼東西 我今天加入購物車 好 完成之後我這邊去處理結帳 然後 然後看到我們剛剛修正的叫做銀行匯款 那我們就可以利息支付 好 我們就可以看到相關的付款資訊已經被我們就一些修正了 花旗銀行然後相關的一些資訊 那這個部分在在消費者在購買的過程中就會看到這樣的資訊 好 那接下來是說除了銀行匯款之外其他的 就是 Bidding的部分 就是我們要怎麼做處理 好 我們可以直接來看設定的部分 我們看網站 應該是選擇網站 好 這邊有一個設定 可以來這個地方去做一些設定 我們可以選擇設定這邊然後選擇支付方式的部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些畫面 其實在AUDU15裡面他已經有Default的一些資訊可以讓我們去做一些 整合 那包含了剛剛我們改的銀行匯款 那還有以及我們如果你要做一些測試的部分 可以安裝他這個測試的 測試的一個Payment的一個方式 然後接下去你可以看到 像一般常見的PayPal啊 Trip 其他這邊都有做一些Default的整合 那就按照他上面的一些說明 然後就可以去 去做一些整合 那我們這邊直接安裝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他這邊會教你去 如何去設定你的一些PayPal 好 那在台灣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 最常見的還是 整合台灣的一些第三方服務 那我們可以去AUDU的系統上面 AUDU的12Party的系統 我們可以看到去找 ECPay 那這邊其實有ECPay有官方的一個 串接的模組 那但是他們是針對AUDU12的部分出了串接模組 那這邊有一個是FIT出的一個 AUDU的 綠接的一個模組 他這邊 就是他可以支援到AUDU15跟16 那有興趣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下載下來 去使用看看 這樣子 好 好 那按照這樣子的一個說明 你就很快的可以去把你的商城去建出來 好